好了,同學大家好 今天就跟大家看看什麼叫做原子 在你們初中的時候都會學過什麼叫粒子 我們知道粒子就是particles particles就是組成物質裡面的基本單位 但是其實我們去到高中的時候 其實粒子還不算是最小的一個單位 最小的一個單位構成物質的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叫做原子 原子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原子其實是物質最基本的一個粒子 所有物質都是由基本的粒子組成的 這些基本粒子就叫做原子 好了,實質一點講的是定義的話 原子其實是保持那種元素化學性質的一個最小的東西 原子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搞一次,手上可以把銅才算 那為什麼它們是銅呢? 為什麼它們可以是銅呢? 不會變成黃金的 因為它裡面全部都是銅的原子 原子是保持原素的發學性質的 就是最小的東西 也只是說簡單來講 組成元素的東西就是原子 OK 好了,那我們到下一件事了 例如剛才講到的例子 也講過了 譬如說我們知道這個銅 銅就是一個銅的原子 能夠令到銅的元素 保持這種特性 OK 所以我裡面,譬如我這張銅為例 裡面就有很多銅的原子在裡面 可以嗎? 好了,我們先放下一點點東西 在這裡 好了,這貨我們就講到原子 誒,寫錯了字了,口子寫了 原子 好了,原子是什麼來的? 原子呢,就是 把戰爭給他先 組成 原素 第一件事就是組成原素 好了,第二就是 保持 該 原素 的性質 就有這兩個用途了 組成原素 以及保持原素的性質 OK 原子是非常之小的 那麼小到是怎麼樣呢? 你可以看一看這裡 它就說了 短短一條地銅的原線 就是有兆計的一個 的原子 什麼兆呢? 你看到,一兆等於一後面 12.0 1乘以10的12次方 OK 非常非常之小 那麼我們這個呢 就自己慢慢數一下手指 數一下別樣了 有多小的情況下 好了 就看下去了 我認識了這個 大致上知道它了 那,原素來講 只會是由一種原子組成的 大家都知道了 例如銀的原素 就指有銀的原子 銀界的就是銀的原子 金界的就是銀的原子 金的就是金的原子 很基本的 這個就很基本 這個原素呢 就不是單單由一粒原子組成的 它是怎樣的呢? 它是由 原子結合而成的小小粒子 所組成 好了 什麼意思呢? 大家看看這裡先 好了,原素了喔 好了,第一樣東西就是 由原子組成啦 OK 第一個情況的 它可能有原子組成 例如金啊 給你一個例子 銀啊 這些就是由它自己 一粒原子組成的 什麼意思呢? 我畫一幅圖出來 假設這個金 我放大它 裡面呢 就有很多金的原子 在這裡 OK,有很多金的原子 在這裡 類似的樣子 一二顆四六七八九 全部一粒一粒一粒 一粒一粒 在這裡 OK 但是在情況下 情況下 情況容易了 它就是怎樣的呢? 是由原子組成的粒子 所組成的 原子 原子 組成的 粒子 所 組成 那些詞會有一點點複雜 啊 原子組成的粒子 所組成 什麼意思呢? 喏 第一次啦 又是這些白色粒粒 大家也見過了 是不是? 我當我白色的東西 是一粒氫的原子 OK 我當它是一粒氫的原子 這裡就是一粒氫的原子 這裡就是第二粒氫的原子 行不行 好了 但是這樣 譬如說以氫的一種氣體來講 氫氣 OK 我們都找到的 我們都有氫氣 那氫氣是怎麼樣的? 氫氣 在氫氣裡面呢 不是一粒粒氣體 一粒氣體的粒子 排列而成的 不是這樣的 它是怎樣的呢? 它是就會由一粒氫原子 再黏著一粒氫原子 就是這樣 變成了一個氫的粒子 這個氫的粒子 是由兩粒原子組成的 由兩粒氫的原子組成的 明白嗎? 它裡面會有一個連接的 我們要做劍的東西 有一個連接劍的 它已經連接了的 行不行? 相比在 譬如說我講一些另外的例子 譬如說 我講回金來做一個例子 譬如說金 譬如說有一個金磚 這樣才算 金磚 你打開裡面 它裡面是怎樣的呢? 裡面當然是有金的原子 類似一粒一粒 這樣排在那裡 一粒一粒這樣排在那裡 OK 很漂亮 這樣排在那裡 但是 它們的原子 在原子之間 就沒有任何這些連接件 獨立 就是這樣連接著的 你可以一粒分開它 沒問題的 兩粒分開是沒問題的 但是 以氫來講 氫氣了 最常的就是氫氣了 氫的原子 就是很少會單獨存在的 通常就會由兩個一組 組成的粒子 組成 OK 所以要記住了 這一塊 這樣 這一塊這樣 就叫做粒子 這塊就是粒子 不是的 兩粒粒子 這是兩粒原子 組成的一粒粒子 明白嗎? 這裡有一點深奧 OK 所以原子組成的粒子 原子組成的粒子 原子組成的粒子 先留一個子字 原子組成的粒子 就是怎麼樣 用氫氣來做粒子 氫氣 OK 它是怎麼樣的 它就由兩粒 兩粒 好了 黏著的 黏著的 OK 這粒是H 這粒也是H 黏著的 而整個來說 這一粒 就叫做 氫的粒子 氫的粒子 OK 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 這件事情也不是很難理解 只不過 它是由兩粒組成的 OK 行不行 好了 那繼續下路 其實不僅是氫粒子 氧氣也是 甚至乎 臭氧 它是由三粒氫 三粒氧的原子組成 是在一起的 OK 但是這個我不多說了 好了 那麼 先來一個小總結 不要看回這裡 哎呀 退位了 不要看回這裡 我們知道了 由兩個氫原子 結合而成的氫粒子 就稱為氫的分子 OK 那麼更多有關的分子的定義 就在第八章討論 但是我們中三來說 都不會講到第八章的 好了 我們繼續下路 課文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原素呢 只是由一種原子組成的 OK 好 繼續去 我們這裡漏了一句 而由不同元素組 由不同元素 是由不同的原子組成的 它們性質就會不同的 即是說手上 上次也說過了 銅和我這一張 叫做silicon 即是一個植 兩種特性都很不同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兩種都是由不同的原子組成的 OK 先把這個放進去 好 那麼大致上知道了什麼是原子 那麼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 金屬 不是看金屬 看看原子的大小和質量 原子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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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東西 OK 喏 有多小呢 我們先看看地球有多大 地球就是 十六次方 這麼多的立方尼米 OK 就是十後面有十六個零 那你自己所有的手指和所有的腳趾 OK 而原子的大小呢 就是十的負二十四次方 即是零點後面呢 有二十幾個零了 很多零 那又自己所有的手指和腳趾了 那大家看過這裡就知道 哦 原來原子和地球的大小呢 分別呢 都不知道幾個兆倍了 基本上是 質量也是的 看回地球質量 十的二十七次方 以gram做單位 OK 以gram做單位 十的二十七次方 但是原子呢 就是十的負二十三次方 又是零後面呢 零點幾 零後面呢 有二十幾個零在這裡了 那自己又看看 究竟有多小 多輕 對不對 非常小的 這些數字大家不需要記 你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不需要記的 行不行 好了 除此之外 不同的元素 有不同的大小和質量 什麼意思呢 又拿回這兩瓶東西了 不同大小和不同質量 又拿回這兩瓶東西了 這瓶是銅 這瓶是直 OK 好了 看似無論怎麼看都好 是不是 無論怎麼看都好 我這瓶銅呢 怎麼看都少過這瓶直的 是不是 但是大家 有機會拿上手拿一拿呢 你就會感覺到 銅這瓶東西雖然少些 但是重些的 直 雖然呢 多些 但是輕些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兩者的原子都不同 一些就大粒些 那些原子 一些就大粒些 一些就小粒些 小粒些 可以嗎 大粒些自然就比較重 小粒些自然就比較輕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不同大小 不同質量組成的 OK 好了 例如 在這裡講到的 在文章這裡講到的 就說 例如呢 金的原子呢 就比銅的原子呢 就較大和較重 即是說 相同大小的 相同體積的一個金數 金呢 一定是會比銅很多倍的 可以嗎 OK 可以透過 就是 他就用了這些波波 來表示 就像我手上的那些波波 按比例的 OK 他就看到 哇 輕就這麼大 是不是 甲就這麼大 就是 不同的 不同的原子 大小都是不同的 OK 不同的 那麼我手上的那些珠珠 都是按回這本書的比例 就是做出來的 他做出來的時候 OK 可以嗎 好了 所以 第二個重點了 不同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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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同的大小 和質量 行不行 好了 我們又在這裏抹下一點點東西 第三個東西了 第三 這裡 對了 原子 是怎樣的 大小和質量 皆不同的 OK 皆不同的 不同的大小和質量 都不同的 行不行 所以呢 基本上就有很大的分別的 對了 好了 我們又繼續了 看下去了 好了 再去到比較 比較 深的人 你問我是不是深 一點都不深 但是呢 多東西記咯 上學題大家 都一起記過這件事情 是不是 記些什麼 元素周期表 頭二十個 大家都記過了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去到這裏了 我們就知道 元素是有不同的符號的 譬如說 你看我們這些元素的時候 都會寫了SI 這些字 又是了 不是亂編下去的 OK 我們這些叫做化學符號 我們就會用化學符號 去表示不同元素的名稱 OK 不同的化學符號 代表元素的名稱 OK 這些符號不是亂說的 是經過一個國際認可的 對不對 全世界通用的 基本上你去到以色列也好 去到印度也好 去到非洲 去到南極也好 都是用這一堆字母的 不變的 這一堆東西 認受性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對不對 是國際性通用的 這些化學符號 所以你不可以自己 作一個元素出來 除非 有一天 你發現了一個新的元素 但是都是這樣的 你發現了一個新的元素 都未必用你的名字來去命名的 OK 很有趣 有一個稍後跟大家分享 這個東西 OK 好了 我們會怎麼樣呢 拿一堆例子去理解 通常是幾種的 例如 鋁 aluminum OK 它就用頭兩個字母 al ar ar 如此類推 我不讀下去了 好了 比如說這個chlorine 它就不會用ch的 是用cl OK 用cl 如此類推 好了 copper就用cu的 好有趣 就不是用co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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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cu的 OK 輕的就用h的 這些字母呢 大家慢慢地讀得多 有興趣讀化學的 慢慢地自然就會認識的 最有趣 就是protetium 甲 這裡 protetium 你看到是k的 這些短語很有趣的 有原因的 一起看看 是啊 好了 有一種方法就是用英文字母 而另外一種方法呢 就是用它的拉丁文 OK 拉丁文 是啊 曾經有個科學 就是有些教授跟我講過 就是說 英文固然之好 但是如果想再深入多一點 認識一些科學啊 或者其他事情的話呢 要學好這個拉丁文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古時候呢 很多的東西啊 很多的文件記載呢 都是用拉丁文來記載的 那麼很多時候 不同的科學家呢 去研究一些古時代的東西的時候呢 他也是要找人去專門 去翻譯這些文字的 大部分呢 都是來源自拉丁的 拉丁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就是拉丁文 就是很 沸含著很多神秘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是用拉丁文寫的 好了 譬如說copper 為什麼是CU的呢 我不懂讀了 就算會讀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怎麼讀 因為它是拉丁文來的 TFE 為什麼呢 原來是這個來的 原來是PP的呢 就是這個 因為原英文本來是厲害的嘛 LEAD的嘛 是不是啊 加Protectium 但是它是用拉丁文的 就是K這個東西了 OK 可以嗎 很多的 慢慢的 慢慢的大家就會 就是有興趣 就是讀上去的話 那你就會 不會考的這些 緊記一下 這些不會考的 它不會考你 阿彤的拉丁文是什麼 陪死你什麼 不會這樣考你的 但是你有興趣知道的話呢 這些元素周期的二三次呢 看一下書多一些 就會知道這些東西怎麼來的 OK 好 原子符號 那麼 例如 字母斯 就是碳元素的化學負荷 也是一個碳元素的原子符號 OK 行不行 好了 講了這麼久 大家都應該大致上知道了 原素是什麼來的 原子由什麼組成 是不是 除此之外 大家也知道了 原來原子也有它不同的符號 是不是 就不是就這樣 亂按個名稱給它 這樣就是 對不對 那些符號可以來源自於英文 可以來源自於拉丁文 稍後大家有興趣 就看一下書 就會多些認識這個元素周期表 還有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學校裡面 我們現在都在做一個 叫做元素周期櫃 是不是 不如趁這個機會 就和大家 不如看一下這個元素周期櫃 是怎麼樣 大家現在跟了出來 是怎麼樣的呢 好了 我們一路走一路走出去 大家也看到 一路走 我們先離開實驗室 好 大家現在看到我的樣子 我先放下電腦 好 這樣呢 接著呢 就開著這個 那大家看到呢 這個就是我們 哎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這個呢 就是我們那個 最新最新的 那個的元素周期櫃 就來了 OK 好 我先把畫面弄好 給我一點點時間 啊 看到了 看到了 是不是 就是這樣 OK 看到嗎 看到呢 其實呢 它有很多不同的格子 主要就是一百 一十八格 是不是 看到個別格子裡面 我都放了一些 相應的元素 或者相應它 相關的物質 都放了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 第一格是什麼 第一格 橙色的那一格 這一格 這一格是 氫氣來的 那氫氣其實是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太 就是太陽 我放了一格 放了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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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是由氫組成的 是不是 那就是了 大家有興趣的 到回來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整個元素周期櫃 記住另外呢 也有份功課呢 你要幫我一齊做的 有什麼功課呢 就是這個 找這個元素周期的功課 OK 那我現在進去了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講著這麼多先 下一堂呢 就跟大家講這個 元素周期裡面的一個 叫做原子的結構 那些原子是由什麼組成呢 還有這個原子裡面 組成它的東西 運作啊 那些結構是怎麼樣的呢 那我下課呢 也會跟大家一齊去分享一下的 OK 那今天呢 現在就先講到這麼多了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